哈喽,大家好,我是半仙,我是收看今天的秘识世界,今天我们继续成神之路,咱们上一期成功做到了挑战黑龙人物,不过俗话说的好,磨刀不误砍柴弓,咱们上一期已经把神奴给做出来了,不过装备还差了很多,所以这一次我准备跳过这个人物,先去蒙眼星,在去蒙眼星之前,咱们得拿点好东西,这个全给拿了。 OK,然后咱们加工一下,首先我们得做一个钛合金狗,去的话就是为了挖矿,对,咱们还得这个铁拿一点点,再做一个秘银符,毕竟咱们回来就直接去做练剧了,咱们看这都是需要什么,还需要乌金啥的,我记得咱们家里面还有乌金,OK, 嗯,有宁能精,再把这个拿了,拿完这个之后,嗯,我看一下,这个带走,万一那边需要咱们烧什么东西,这个也带走,还有借格。 说是吃那是快,这天怎么就黑下来了,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然后往下面拉拉拉,哦,我知道,怎么查看,咱们都是需要什么东西了。 星同时,然后解锁星同断头,需要用到木料,星同时,星能结晶,星能结晶是你吗?是的。 嗯,看看还有什么,省得到时候跑过来跑过去,应该也就谋了,那咱们睡觉就出发吧,身上我看看,火箭弹,然后修火箭背包,有星星。 顶,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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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路,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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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a,狗啦,直接前往猛眼星,然后传送。 这个距离比较远,直接用了十秒钟才能传送得到。 星际穿越 比亚机 后地达蒙野星 缺氧比较严重 问题不大 你看我的 首先咱们找到自己的皮肤 然后找到外观 再找到这个快捷使用 那这样的话 氧气吸收 至少 他这不会让咱们 有毒秒的那一个 持续掉血 对不对 星起石 星铜钻头 序列技术 咱们这次来的 还挺happy 我happy 你不happy 这边如果咱们想要去寻找做星铜钻头的那得去找一个导 咱们往一个方向冲一下吧 哦你看这样咱们还可以急跑 出了这个范围就跑不起来了 那咱们能骑个坐骑吗 随便先巴拉出来一个 哦不行 你瞅啥 你瞅你咋地 还有你 叫大哥 叫大哥 居然啥都没报 抱一抱 抱一抱 嘿嘿 嘿嘿 还想合体 溜了溜了 溜了 哦 这边还有好东西 咱们把它给带走 呦看看 蝉丝马脑 把这些都给挖了 咱们还可以升升级 看一下咱们的高度啊 哎 直接这样就可以看了 35 哦 这不是能源吗 之前做火箭的时候需要 不过现在咱们都可以直接传送啊 我先把这个拿下来 这个咱们得带走 因为咱们这一去就会跑得很远 可能很久都不会回来 哦 他们胆子好小啊 胆子小玩他应该要揍我了吧 哎 居然没有揍 我并没有恶意 尖叫机 然后 哦 我想起来了 这样 高级 然后更远 这样会让咱们的真数变得很低 不过 可以方便让咱们去 去找到远处的空岛 说空岛空岛道 嘿呦嘿呦 哎 那个下面到底是什么好宝贝在等着我 星战能源碎片 当一听到要报警的时候咱们就得赶快去修火箭背包 只有这一个火箭背包 如果把这个用坏了咱们跑着上面还得再去额外挖很多没有用的石头 这样浪费咱们的狗子 这样浪费咱们的狗子也浪费咱们的时间 我蹦蹦跳跳真可爱 嘿嘿嘿嘿嘿出来吧 这边还有五金矿 这边还有五金矿 五金矿也少不了 像这种并不会主动攻击咱们的我也不漏他了 第一不犯我我不犯敌 这个只有单独的一个也太可怜了 嘿你看这边的矿石是真的多 直接都裸露在地表了 对星战能源碎片其实可以多给咱们来一点呢 因为咱们这一直要传送 先不要着急咱们先把这周围的能看到的都给撸掉 一会儿再跑过去 嘿嘿 死油快 哎前面又有 他这样不会把我给勾引到其他地方去吧 他勾引我 他勾引我 你说他都说这边缺氧了 咱们在这边能不能点着炉子 这炉子不得用氧气吗 咱也不知道 咱也不敢问 我觉得问题比较多 哟云 这不是石油油胎 它就是石油胎 诶我上面我已经看到了一个星虫石 这下面还有很多 像这种不值得咱们飞上去 我看这个紫营石咱们能不能把它给凿下来 你说这如果没有解锁火箭背包 这出来挖个矿真的超级麻烦的 哇塞这紫营石都这样泛滥成灾了吗 诶哦我刚刚看到的在这边呢 嘿嘿这里还有一颗 我走我走我走啊走星虫石一个 咱们之前在看的话我看到了是需要五个星虫石 咱们就先溜达边转一转看看有没有有的时候记得回头看 还有上看看下看看左看看又看看 这个边边上没有 我再看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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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面这个也不对 这个也不对 哇塞要想生活过得去啊 这浑身都得带点绿啊 嘿嘿嘿嘿嘿 要不是咱们现在火箭背包 嗯修复的话没有那么多火箭弹 我这边直接飞起来找 嘿嘿嘿嘿嘿嘿 哦这里还有点冷了 好冷啊 好冷啊 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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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来到这边咱们这个星星还增加了呢 之前在地面上会有很多星能星铜矿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嘿嘿嘿嘿嘿 功夫不负有限人 我又发现了一颗紫营石 咱们先把这上面能溜达的都给溜达一圈 现在已经到晚上了 天有点黑 这样从远处望一望 这个蒙眼修修特别讨厌 所以咱们得远离他 遇到一个撸一个咱们就不用找其他矿了 在空筒上面就是他的地盘 刷的特别多 五个我的要求也不多 我在那边又发现了一个小祭坛 一会跑到祭坛里面 把里面的东西给拿了 嘿嘿嘿嘿 啥情况啊 走着走着人直接没了 他是这么神奇的操作啊 哎呦我跳 哎哎哎嘴硬实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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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岛应该快被咱们给溜达一圈了 溜达完咱们就可以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传送点 把这个传送点给带走 就是在这边眼神不太好 晚上了 这他俩数量是一样的 就说明咱们全部都给拿了 哎呀我又发现了一颗紫营石 别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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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好好说 三下就可以飞过来了 紫营石 咱们已经挖了五颗紫营石了 我记得咱们如果做 嗯那个叫做叫叫 乌金甲的话好像是得需要紫营石的 所以这个多多一扇 前面我又看到亮光了 那里肯定有颗矿 是什么矿咱们就得跑过去 不过看到了好像是紫颜色的 我飞我飞我飞飞飞 哎我在前面又发现了一颗紫营石 你看我正前方我瞄准到那个方向 他这个空岛是真大 哎前面那里又有亮光 我来这个岛真的是来对了 这下面就像红土一样东西 不过我可以肯定他不是 嘿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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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里还有亮光 我感觉咱们有必要去一趟了 火箭背包咱们修一下 道具修理火箭背包取下来 点道具修理点点五颗星 咱们正的星星也比这五颗星多得多了 咱们先过来 把这边给拿了 下面居然还有好宝贝 味道秤 哦这个已经完成了 点目标找领取 这个先不领 这个可以领 拿出来咱们的工作台 现在找一找 现在这样刚好是五个 可以做出来星铜钻头了 星铜钻头 十块咱们这居然会少十块 你看这下面 原来星铜石的下面会比较多 前面还有一个 咱们石头拿一点 我跳 我跳 哇塞 这个地方好呀 这下面 他还有一个 太空商人 七仙太甚 一下 一捏的 有了他 以后咱们可以找他去交一些东西 你看这还有 晚上有晚上的好处 哪里有矿 一目了然 先把他加密口的这些东西给收走 他又用不到 这个商人 他一直在这 不雇佣 我看看你这里面都是有啥 你看用到乌鲸 然后就可以做 练锯了 练锯咱们是少不了的 所以 这个 还需要用到黄铜棍 咱们身上这挖了多少个 挖了六个乌鲸矿 登登登 目标 找到他 点 零取 让咱们去挖紫银石 紫银石多得很 哦 他这个 用瓶子就可以去换贝壳了 那到时候咱们 多带一些 烧好的瓶子过来 去给他灌匀才就可以了 然后拿出来这个 这以后将会成为咱们经常来的地方 那我刚刚溜达一圈 那边还看到有紫银石的 我是不是已经跑过头了 哦 对对对 这样又过来了 这里百分之一个亿还有 我刚刚都已经看到了 我看的是前面那个 来都来了 这边的也不能放过 录掉录掉录掉 统统录掉 过头 我回手掏 我再拔刀 51颗星星挖矿 咱们都已经把这个星星赚得差不多了 这样咱们还差了一个就可以完成第二个任务了 赶快把第二个任务再给完成了 到时候咱们不能这样轻易回去 我得去把做装备做能量剑的材料 咱们都给凑齐了 我带走 我在前面我又发现了一颗星虫石 星虫石肯定得拿 前面又是一个天然的空岛 这不没完没了了吗 哦我看到了最后一颗 咱们还是先降落 把地上的这也给挖没了 慢慢摸过去 哦你看他这下面还有很多 蒙眼东东 他怎么会先动手 我是不是咱们没有血的时候 他就会送咱们一场 旋风成风龙卷风 咱们把这边能给挖完 给的东西就不守了 咚咚咚 又可以带零两个 那好的 我们今天就先玩这儿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这一次也是收获满满 而且还有一个意外的惊喜 就是找到了太空商人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五 数今日